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不花钱的秋冬穿搭小技巧 都是咱们衣柜里有的 但是我们只要用了这些方法 你就可以把这些技术款穿得很时髦 比如说我身上的这种 里面的白色打底 或者是我们的黑色牛彩裤 甚至是这种卡其色的大衣 大家衣柜里肯定都有 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多买这种 硬帮类似的死琴 或你们是想要秋冬天 比如说有那种 拼接感的感觉的话 可以直接这样子 像微博一样 把整个围巾给它围过来 然后呢 把领子给它露出来 带完之后调节稍微一胜以下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不规则 之后用这个外套就在哪个腰带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 搭载给我们的带衣外衣 你看它就会变成 有一点点不规则的带衣 在这个方法上 如果有一些女生觉得 有时候我们穿的是一个圆领 脖子会有点冷的时候 那么可以怎么办 我们就我刚刚的事还是调节 一胜以下嘛 在这个基础床条 把另外这个围巾 从腰带为止冲出来 然后呢 把它完全解开 不要跟那个领子固定住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打开 然后再回上去 看看这一条小肚活该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发现很多女生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习惯性的穿一身黑 因为像这种比较节约 而且看起来比较暖和 让一身黑更有搭配感 或者更有层次感的话 我们可以多选择一种 就是这种春夏天经常穿的 这种粉色的衬衫 或者是 看起来可能有一点点像是那种 马龙 但是呢 它存在感有很强的印花衬衫 这种叠在那一档里面 穿上去它的层次感 整个都不一样 然后你看 其实我只是叠了一个亮色的衬衫 它就会比我正常完全都是黑色 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有那种一二三 不同叠加的感觉 在不显胖的情况下 让我们的整个搭配 感觉更有层次感 格子的印花衬衫 跟亮色的衬衫 它们叠出来的感觉是很像的 会有层次感 但是不会显胖 而且整体看起来 就肯定比一身黑好很多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跑去黑白灰之后 很多女生到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想穿得那么沉闷 所以我们会选择那种 比较亮色的毛衣 但是它就会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穿亮色的毛衣 再加这种基础色的那种裤子的话 你就很明显会发现 我们从上到下就会有两层 上面很亮下面很暗 不是不好看 只是我们会少了一点点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过度 看起来更会穿的话 我们就在里面叠一点点白 然后你看 我就稍微露出来一点点白 然后包括我们底板也是 露了一点点白之后 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 好像我的这个过度感 没有那么突兀 而且看起来有那种 比较会穿的那种细节 很多女生就是想要让人家 看到我们做了叠穿 所以恨不得把所有的地方都露出来 就让它老长了 而且有一些T恤本身就特别长 或者是有些女生会习惯性的 买那种假的T恋 有一个问题是 它的面积太大了 其实我们穿上去 本来是想要让自己显得很精致 但是反而叠得多了 让自己感觉云一点点笨重 我们不管是露两柱还是三柱 控制它的面积是在两柱宽面积里面 那么在这个面积里面 我们穿上去的整个感觉 就会完全不一样 好 虽然这几个方法感觉很简单 但是呢 它就是属于那种 我们因为你都有 不需要花很多功夫 就能实现那种比较漂亮的搭配 所以你们赶紧去试一下吧